原本星期三晚浮谷馬場有夜賽 但連串示威行動中言論備受爭議的何君堯 他有匹馬天錄有份在頭場參戰 所以引起網民發起入馬場支持他的演出 導致香港馬會寄予安全理由將星期三馬賽事取消 而馬會聲明指出 每次舉辦賽事都會將安全放在第一位 每方需要確認所有馬匹、馬迷、騎士及員工的安全放在首位 馬會一直都有密切留意香港的近方 以經過審慎的風險評估後 馬會決定取消星期三馬賽事 並指出這是艱難決定 希望工作可以理解 如果有馬迷用現今投注這馬賽事 記得60日內去投注湖水 而用APP買馬迷就不用怕 因為是即時轉將 不要緊,很閒而已 即是不投? 這些只是玩的 這些沒用的 每個人都會輸錢 10個有8個月 即是取消了? 取消了就更賺錢 對,取消了就更好 取消了就再買多一隻雞吃 如果馬迷不跑就有政治作用 讓你們討厭那些示威的人 馬迷不知道怎樣做 取消就是馬迷就可以了 對,取消了就先取消 對,我也是這樣說 取消就沒有被他跑 就不能跑 對 那就不用選擇有多錢 這位馬迷真是深水清 即使之前有示威浪潮影響 之前幾個賽日都不影響 馬照跑,沒有照跳的 上星期三的夜賽 頭注一更高達11.2億 所以不少馬迷都在網上質疑 為何馬會不願何君堯 叫自己的天鹿退出 反之令損失 從賽事收到幾億的收益 都要取消賽事 所以勁馬之四的阿嬤 Steven也有這樣想的 即使如果真的想 不要那麼大衝突發生 也可以勸馬主不要報名 或者退出那隻馬 就不是取消了全晚賽事 之後何君堯在Facebook上載了自己的新聞稿 指出天鹿其中一位馬主何偉成 曾經收到馬會賽事部鄭其龍的來電 表示馬會管理層 對星期三位法會局行的賽事 表示很擔憂和顧慮 何君堯指出當時他自己是坐在何偉成旁邊 在7-8分鐘總時間的談話中 他就說鄭其龍沒有要求天鹿退出比賽 或者作出暗示 倘若天鹿繼續堅持比賽的話 整個賽事會取消 而他接受電視台訪問時 表示不應該向惡實力低頭 但對於取消賽事就感到非常迷陷 明顯出馬會是要對香港法治人的信心 何君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定要數到他7月1月的本集事件 當時他被自己和整群鄉客有重大關聯 和馬國手 甚至乎是指出恐襲的策畏人 如果從他口中說話 自然為震動少了 未來9月21日會有香港清潔計劃 看看到時是否真的會有發展 全新蘋果馬網 五大贏馬武器缺一不可 Fact Check 馬圈資訊 齊上齊落 Full Gear 送上 蘋果馬網 反對通知書 有了一定贏